然後各位長官 各位麗麟的嘉賓還有導演 大家好 我是秀傑凱 然後很開心就是可以帶著我們的新作品跟大家見面 然後我們自己本身是非常非常的期待 因為其實知道在台灣拍戲真的蠻辛苦的 然後要拍一個特別不一樣題材的故事我覺得更辛苦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很多麗糕很多成品給大家看 我覺得我們還蠻有信心讓大家看到不一樣的台灣戲劇 就帶著好作品跟大家見面 而且真的好久不見喔 那鍾瑤跟大家打聲招呼 大家好 我是鍾瑤 各位媒體朋友們大家好 還有製作的長官還有導演 那不是每個很笨的話 對好久不見 也沒有好久不見 我跟妳的確是非常聽到參與這一部片 因為的確是少數替代 還是我目前拍戲以來沒有幕後部的題材 所以當時我非常地興奮見到這個劇本 但加上有非常好的組合 就是滿臉的興奮 真的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鍾瑤 謝謝鍾瑤 還有王昆迪朋友還有嘉賓們導演還有前輩們大家好 謝謝你 我也是跟盧侯提載我也說的一樣 就是很榮幸的參與這組 因為很少見期待 包括我飾演的角色 對 在角色條件上也是我非常想到搶試的 然後在這部戲又遇到的時候 看著片花的一些簡單的發絮都很期待 也非常有興趣 大家也很期待 而且剛剛女殺手跟妳們握好的時候 那個攝影機一直咔咔咔咔 我覺得應該是手在抖 沒有嗎? 就不想正式多按了 很緊張 不過其實這個戲劇裡面有非常多精彩 而且很多的第一次都獻給了服飾的遊戲 最後請尚和跟大家問聲好 我是黃尚和 這一次其實在節目的遊戲的時候 很開心 因為有些老朋友啊 然後也是這支系列史秀的 然後跟導演聊了這個角色之後 很努力跟朋友挑戰的 把很窄的駭客變成很帥的駭客 唉唷 這麼有把握 希望 但看 目前看起來釋放出來的東西 我自己是覺得蠻帥 還蠻帥的 我說大家啦 導演帥不帥 導演你覺得上頭帥不帥 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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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帥 那到底帥不帥 我們開下去就知道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非常特別的 就是非常多片 然後 也花了很長很長的時間去 理清楚所有的來的去買 因為我覺得他 畢竟講了很多很多 推理的東西 所以需要很多的時間去讓他 更不要有那麼多的 容易抓到獲得的地方 所以其實我們真的花非常多的時間 在討論劇本 每個狀態的表演都有去挑選 嗯 那中瑤呢 你的劇本應該密密碼嗎 很恐怖吧 當然是沒有修復那麼多 但是我拿到劇本的時候 我比確實在先討你去禮拜 討你去禮拜 然後就告訴我自己 我一定要是完全 因為生活跑步的時候 我再好好 退掉他 所以他這個是可能有一點 然後前進要打開 然後才開始要埋頭 實際別人生死 我在研究這一個 然後 因為我們自己 就像一個群組 嗯 所以不懂的部分 會是覺得 你需要修改的 我們就一直不停在去 讀討論這樣 所以其實光一開始 就就是一個難題了 就是一個關卡了 對不對 你要讀劇本這件事 而且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我們一開始跟導演在讀本的時候 每個人對自己角色 跟對方角色 都會有不一樣的 就是見解 然後跟事件的看法 都會不一樣 都不一樣嗎 完全不一樣 所以其實前面 就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去抓到每個人 真正覺得 大家心目中的那個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還蠻開心 所有的過程當中 就已經創作了 這個很像捏 捏黏土 就是給你一塊 各自一塊 捏出來好像不太一樣 但是要互相比對一下 就捏出來 就會大概是一樣 所以其實到最後出來 都是跟導演討論過 然後所有演員 最舒服的狀態 然後表現出來 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因為是大家都是 在同一個頻率上面 一起工作 那上閣有感覺到舒服嗎 還蠻舒服的 但我覺得蠻好玩的 是一開始 其實在看文句話的時候 覺得自己理解劇本 然後大家一開會 就發現其實我不懂 真的嗎 很多東西我不懂 然後要回去重新整理 就啊 原來上次帶在一起的討論 到一個跟我們的想法 是怎麼樣 然後再開會 所以我發現 原來我不懂 不懂 對啦 就是一直來來回回 但是整個 這種開始一直變成 對對對 怎麼會這樣 好險有大家放過 對 哈哈哈哈 很故鄉 那體題呢 真的是蠻複雜的 真的啊 然後劇本 嗯 我不是 一個禮拜 我大概動了三個禮拜吧 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 一直在練習武術的訓練 哦 就開始要很積極的去準備 健身 然後招式 對跟那個 武術指導 上課 知道我的 我的狀況 他的設計動作到哪裡 好 然後他跟修 一起去排練 不是一直動一直動 然後腦子也動 身體也動 我覺得這個很難耶 所以其實我覺得 對你來說 是體力跟腦力的大挑戰 對對對 而且我覺得 對四位演員來說 最難的是要把 很難的東西 用很平 就是很厲害的方式 讓大家知道 就要有很理性 但是要有那個 有一些鋪陳鋪去 要鋪得漂亮 到最後又讓大家都很滿意的一個陳 我覺得現在大家一定討厭你們四個人 因為講成這樣 可是又不能講出一點什麼東西了 就是只能靠6月24號開播以後 大家才知道 究竟這個戲劇的脈絡到底是會怎麼樣 但是剛剛我們有提到 其實你在這個劇中有很多偶大的戲 那我想問問看四位的是 在服飾的遊戲2裡面 你們覺得在拍攝過程當中 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一提先好了 我覺得除了我在角色的條件上 是一個很強的殺手 要拿刀拿槍 然後徒手攻擊這樣 我覺得那個難度已經很高了 對 但是在劇本的後面的技術 有一場戲 我覺得情緒很重的戲 但那場在實際拍攝呢 我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要拍到 好像有八分鐘 一個鏡頭 一鏡到底八分鐘 一個鏡頭 他拍了八分鐘 你多講一點 但是我那時候根本就 沒有感覺 是拍完之後人家 就說欸 八分鐘欸 八分鐘欸 然後環境都沒有什麼雜音 沒有喇叭聲 也沒有什麼狗狗叫 都沒有聲音 都很很 天實地人們拍完那八分鐘 很重的情緒 我覺得你是非常非常透露的情緒 我非常透露 對 那時候我覺得蠻意外 因為我從來沒有拍過一個 重情緒的時候 還有八分鐘的鏡頭 所以你是重感情的女殺手 對 撫養一個小孩子 三親媽媽 是 這個幾條線 有點湊不太出來 對 有點衝突 有點衝突 但是這也就是好看的地方 對 那修對你來說呢 挑戰最大的是什麼 我覺得挑戰最大的 除了劇文上面故事 就是要去讓演員們先自己消耗完去表演給觀眾看 最難的我覺得是跟很多手機還有綠體 好 因為我們有很多很厲害的場景 是用搭出來的 我們要去想像他會變成什麼樣子 跟手機畫面 我們很常跟手機演戲 在這部戲裡面 我覺得這是還蠻大的挑戰 對 手機做表情那樣是不是 對 然後或是講電話 或是看著我們大家的場景 都是綠體 虛擬的 對 非常虛擬 我覺得這也是蠻大的挑戰 所以演完服飾的遊戲 二人就可以接演侏羅基公園 哈哈哈哈 演完這個 對啊 就是任何這種 但是我覺得跟手機演戲還蠻大的 就我非常多講電話的戲 因為講電話的戲 一不小心就會變成 好像是自己演出來 對 所以 那個我覺得是 這部戲裡面我覺得蠻大的挑戰 這會不會有後遺症呢 譬如說你點習慣 真的電話來 所以就會這樣一直 掉接 不接 這個要不要瞎著 會嗎 會嗎 不會 那我就放心了 這樣 就不會露接家人的電話了 不會 那中央對你來說 挑戰最大是什麼 其實剛剛學友講到 的確是跟很多類似劈機演戲 但有 估計有機場很難是 我們在那個科技 科技公司那裡 很大的一個面板 是整體演戲 但是我們的那個視線 要隨著那個一點 紅點在那個地步上游泳 然後我們 這樣一起嗎 那一起嗎 一直現像 紅點這樣 嗯 那有沒有人 就是一直吐聲 那也看不出來 哈哈哈哈 看到我們眼神 到底有沒有對 但是我們的確會先說 這個是等一下 他在紅點跑過去的位置 所以我們要同時這樣 哈哈哈哈 其實你來說 這個也是一個挑戰嗎 對啊 因為其實一直以來 我覺得我演員的演戲 就是還蠻 還蠻 該怎麼講還蠻 對手戲的 因為演員之間 會有些精采的交流 但是其實你跟空氣演戲 的確是需要 很多的想像力 對 這個是我覺得 最難的一部分 以外 再來是 這個角色 肚子心情的競爭 但是現在的是 他的身分比較特殊 所以他在每一個 第一集到第十集的時間 也會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他都會有一些 玄機在裡面 但是我們又不是順著的排 所以有時候今天排 跳的排 也會排第九集 所以那個情緒 要一直不停 做很多記號 所以我現在出了什麼狀態 然後一直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所以其實那個 你自己要很入戲 而且自己要很搞懂說 你現在的狀態 到底是什麼 不然一下就 就出戲了 譬如說你現在是第五集 我怎麼用第十集的 來第五集演了 對不對 而且有時候 講太多話 或是他們兩個在對話 然後在旁邊 就是一直人心立排 對 做表情嗎 需要做表情嗎 對 他們在聊 我這樣做一下表情 他們有時候 結果表情拍的 有點想睡覺 想睡覺 欸那個 你扣錢 然後加到修跟上斧的增長 對不對 對 你也那麼辛苦 對啊 所以搞不好 會不會裡面有真的 你不小心打瞌睡的畫面 其實還蠻很多的 這麼誠實也不好吧 因為裡面很多場景 是我們在那個 我們搭棚 在門邊搭景 對 其實他的場景是 畫了很多的心思 那因為那個 我們一拍戲所有的空調都要關掉 所以其實裡面 其實有很分的狀態 然後你又沒有台詞 坐在旁邊 他們講話的時候 那你是不是有點催 我覺得直到今天 先修跟上河 才覺得有被背叛的感覺 有嗎 沒有覺得蠻好玩的 因為那個時候 有機場開車的席 然後重要就是在後座 然後我跟修坐前 然後 只要開始休息 或者是要換場景的時候 中間就會開始睡覺 哈哈哈哈 然後要拍了 我們就說 欸先來 然後有點像觀光客 不好意思 因為那個跑車 所以他下去就要說 不好意思我要去廁所 然後上車就睡覺 對 上車睡著 所以你是來參觀服飾的遊戲了 是不是 因為他們的戲真的很多 很好睡 然後 我一直覺得非常開心 是因為修 他一開到 一開到好車 他就開始很興奮 真的飆車 在路上飆 那時候 我最睡不著的 哈哈 然後他睡了 是 所以你在裡面有開跑車的 對 就是裡面其實非常多 飛車的戲 然後剛剛就是 是需要 飛車睡覺 哦 但是你到現在才知道 原來中央都在車上睡覺嗎 我一直知道 其實你說我沒有 我一直都在叫醒他的人 你負責叫醒他的人 那你的任務 除了叫醒他 你覺得這個不是的遊戲2 對你來說 困難點在哪裡 因為剛剛聽起來好像還蠻輕鬆的啊 就是駭客 痞子痞子 然後屌兒郎當 其實好像不難啊 對我的戲大部分都在試內 不是在車內就是在用電 對 然後我最多的動作戲就是一直動手 打字 打字 打電話 但我覺得整個戲裡面我最困的人部分 是我在裡面要拔中央 你要拔中央 我要拔中央 這真的是目前演習最大的一個挑戰 不好拔 哈哈哈哈 不好拔中央 你提沒有嗎 你提沒有 沒有啦 我很單純的 很單純的 你提不能靠近 就是三公尺身 對啊太危險 你還是比殺手對不對 一掃堂腿 你的耳朵就不見了 對 所以你在戲裡面有把中央 對 有成功嗎 應該都沒有吧 一直白眼 一直白眼 他是睡著了 不是我的角色比較對 所有的角色有興趣 感覺好像越問透露越多出來 那麼究竟是誰把誰 誰有沒有成功呢 6月24號我們就知道了 那麼我們剛剛有提到 這是一個挑戰人性的戲劇類型 那他也是挑戰道德 Code F的誘惑呢 1 2 3 中央 欸 大家都不要動 都不要動 休你指誰 中央 中央你指誰 上河 上河你指自己 對 你提 你提幾 我指自己 我最高票我兩個票 什麼時候 那從這個休 你為什麼 因為 因為 中央一定會很懶得出門 就會用一些很無聊的東西 把它當成UverEat 一樣 這麼簡單的許願 對 他一定許一些 啊我今天好不想出門 我就開始什麼什麼什麼 對他一定是許一些很無聊的 好浪費Code 對 因為他就是會屬於他想做什麼 就突然想要做 靈機一動 對 神來一筆就許願這樣子 對 是嗎?你是這樣嗎? 我就被我告 哈哈 我剛剛有感覺 最不可能的就是中央 但修剛剛一講就好 對 他會打壓到成是一個很簡單 Wine Stone的東西 因為反正這個環也簡單 中央你承認嗎 我只敢許小願望 不敢許大願望 所以你剛剛是誰? 上和 上和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上和就是某一種程度 他是一個無空 對 我覺得他 他不是不敢 他不是不敢許小願望 但他很敢挑戰試 我覺得如果今天他有這個APD可以許願 然後會許大願望 他想試試看 他想試 會是什麼候 准嗎?上和 因為我剛才也選過自己 嗯 但我其實會想的是 因為反正第一集大家都有看嘛 就是第一集的狀態是 你在還願的過程 不會有任何人知道 對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哦 那我再多問一個好了 如果真的有Coding App 可以許願 你會許什麼願望? 認真喔 辯帥 我跟我說 好難喔 現在一次也想不起來 大概就會是增加一些收入 哈哈 好實在喔 怎麼會這樣子 對 就先測試一下嘛 用完感覺一下 覺得心情怎麼樣 哦 緩緩再的感覺怎麼樣 Code第一集 第一集就在講這個 因為錢 可能從十萬變五十萬 變五百萬 對 願望會越來越大 但是要記得 許願者必還願之 對不對 那以題呢 你剛剛也指自己 為什麼 他被聊完是不是 剛剛是覺得 我自己就是好奇心很強 然後導播又很弱 對 對 因為傳聞好像好像沒有趣啊 可以有什麼願望者 就會學習試看 對 那你跟中央會一樣嗎 譬如說我今天從小小的開始 不會 我應該就是直接取個大 來挑大的還是假的 所以你願意承擔那樣的後果 如果真的有 我覺得好奇 我會好奇 我覺得這還蠻有意思 這個真的就是人性 真的就是挑戰你的這個道德的底線 那恭喜四位 通過我們今天記者會的人性大考驗 那麼究竟在劇中他們有沒有辦法通過CodeF的考驗呢 記得六月二十四號開始 禮拜一到禮拜五晚上的九點鐘 記得鎖定衛視電影台 另外在九點半鐘是要鎖定 新衛HD電影台 我們也會有首播的